Brilliant 那邊有一位黃衣服的先生 讓世界繁榮 可以大聲一點嗎 讓世界繁榮 讓世界 相當繁榮 不好意思 讓世界 相當繁榮 是嗎 對不起 我們先送一個水壺 好了 就字面上來講 quietly就是很安靜的意思 Brilliant就是很聰明 這個應該是我的slide裡頭 字最多的一張 先把它唸一次 quietly brilliant is doing great things in a humble way 就是說quietly brilliant 就是你在做很棒的東西的時候 可是你是用一個很謙虛 很低調的方式來做它 並不是說你去到處炫耀 到處去跟人家說 這個東西有多好 而是讓人家來用了之後 知道說這個東西真的很棒 那with the relief that the best things are experienced not explained 就是說 你做出來的這個東西 其實你要讓人家去感受 而不是你去跟人家解釋說 這個東西好在哪裡 這個東西有什麼樣的特色 你是非用不可 而是你要讓人家去體驗 其實這個experience其實是我們在 在整個產品的設計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說讓你的user 能夠透過產品的操作 它的功能能夠去體驗到一些 跟別的手機不一樣的特色 那舉例來講 這個體驗的話呢 其實像這個圖 它其實是一個蛋糕 你怎麼樣在不把蛋糕給你的朋友吃的狀況底下 你去跟他說這個蛋糕有多好吃 說這個咬下去奶油就會在嘴巴裡面化開 其實你再怎麼解釋 還不如就給他一個蛋糕吃 所以其實像各位可能也有一些經驗 就是說你可能很難去跟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老婆先生去解釋說 為什麼一群阿宅 或者是一群鄉民 鄉親 大家要聚在一起 去討論什麼技術 去參與什麼社群 參加什麼Cose Cup 其實很難解釋 倒不如你就把你的這個同事 或者是朋友 就一起拉進來參與 讓他來實際體驗說 就是大家宅在一起的時候 那去討論這些東西 是有多麼的有趣 那麼進一步再跟各位介紹說 其實我們Team在HTC裡頭是新成立的 也是09年那個時候 就是我加入HTC的那個當時 那個當時成立 最主要就是要去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 在過去的這個手機的眼鏡的歷史上頭 其實它就跟以往PC的這個進展一樣 它其實PC已經進展了二三十年的歷史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包括一些application的應用 或者是系統的這個發展 硬體的規格等等 都一直不斷的在提升 那麼Mobile的這個手機呢 智慧型手機 事實上它也會朝著這樣一個趨勢 在硬體的規格 然後軟體的開發 還有這個實際的生活上的應用 或者是商務上的應用等等 都會隨著一樣的趨勢來進行 那麼我們這個Team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Team叫做Connected Service 那Connected Service 所以顧名思義呢 就是在做這個連線的服務 跟什麼連線呢 就是跟手機來做連線 那我想問一下 目前你的手機是HTC的Phone的 請舉手 對不起這個問題沒有辦法發獎品 但是如果你是的話呢 你等一下可以到我們攤位領那個小贈品 水杯的話等一下我們會繼續再送 那Connected Service 最主要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launch HTC Sense.com這個服務 那其實這個服務 最主要是讓手機呢 它能夠透過不管是3G 或者是Wi-Fi的連線 能夠跟我們的Cloud 去進行interaction 也就是說 像User它可以直接從Web上頭去管理 它的這個個人的資料 包括聯絡人 然後簡訊 還有Footprint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有提供像 主控台Dashboard這個功能 它是可以讓User做遠端的一些操作 像是說你的手機如果不在身邊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Web 就直接去按一個鈕 即便說你的手機現在是在靜音 或者是震動的方式 以往你要找手機怎麼辦 打電話打到自己的號碼 所以它應該會響 但是你可能剛開完會之後 轉到靜音了轉到震動了 找不到 那你打電話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這個功能呢 可以讓你的手機 即便它是在靜音或者是震動的模式 都能夠用最大的鈴聲發出響鈴 所以讓你可以去知道說你的手機 可能是放在包包或者是放在哪個地方 但是如果你沒有聽到手機的鈴聲的時候 表示它不在周遭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進一步去locate你的手機 就是說我們可以從Web上頭去發出一個指令 然後讓這個手機把它目前的位置 可能透過這個Cell ID的方式 傳回一個大概的區域 或者是如果它是在戶外的話 可以更準確的傳出GPS的location 你就可以定位到說 原來你的手機可能放在家裡 或者放在辦公室 那好如果你發現說 你在辦公室裡面發現 手機原來忘在家裡了 不用擔心 你在Web上頭 你還是可以看到說 未接來電有誰call你 所以你可以直接回覆對方的電話 然後如果說你有別支的電話 或者是公司的這個手機的話 你也可以設定call forwarding 就是來電轉接 還有訊息轉接 message forwarding 所以讓你說即便手機不在身邊 你還是可以去接收到 人家傳給你的簡訊 或者是來電 就可以直接轉到你的另外一支電話 讓你不會去漏接 那萬一說手機不在身邊 而且你發現說 在一個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比如說已經到了高雄 或是到了美國 那怎麼辦 那我們還有這個remote的功能 就是可以做遠端的鎖定 就讓user 讓撿到的人拿起這支手機 他不能夠去做操作 而且你可以留一段訊息 說你撿到手機 就麻煩你跟誰誰誰聯絡 你可以留下你的電話 或者是請他送到派出所 或者是說我給你多少錢 趕快還我 那麼如果這樣子還沒有辦法的話 你還可以用remote wipe的功能 就是把你的手機上頭的這些 就是內部的儲存 還有SD卡的資料 通通都wipe掉 所以這個功能很重要 就是說它保護 即便說你的手機硬體遺失了 那你還是可以找得回 找不回來的話 你還是可以遠端避免說 你的資料因為被人家撿走 他可能這些資料會外流 像之前那個林志玲的手機 就是被人家發現說 裡面的一些照片 就是有一些 就是特別的照片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個人隱私的問題 所以透過這個remote wipe的功能 我們可以去保護到user的資料 所以我們其實持續的在這個cloud上頭 去做一些新的應用跟開發 就是希望說在手機的開發以外 我們能夠把新的服務 新的應用延伸到cloud端 讓這個cloud這邊 它可以去跟手機做資料的交換 可以做remote control 甚至它可以跟其他的web的服務 可以去做整合 比如說設party的 或者是我們其他後面會介紹的一些服務 可以去做一些整合跟應用 那麼其實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弄取htsense.com 這是我們感到相當興奮 因為這是對一個手機製造商來講 它第一步跨出去 跨到cloud service 的一個領域 那在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持續的 做一些加強跟改善 包括提升整個系統的效能 我們應用到這些 上面提到的這些技術 像HBase 然後 Kafka MySQL AWS 等等這些的 cloud端應用的技術 那其實這個也把HTC 整個開發的方向 拓展到一個新的範疇 從手機的Android開發 推到cloud端 去做一個大量 甚至分散式的一個運算 因為它必須要處理 可能全球幾百 甚至幾百萬隻手機 連線到cloud端去要求服務的 這樣的一個服務量 所以我們這個 team 用到的語言有很多 包括你可以看到有 Java Java Script 有用到 Ruby Scala Python C Sharp 應該大部分都有聽 我想問一下 在場 這個沒有送東西 就是 你有在用 Scala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Scala 有一隻手 兩隻 三隻 好 這個麻煩等一下我們可以到那個 攤位那邊再聊一下 也許有幾乎我們可以 就是大家 聚一下討論一下這個 Scala的這個開發 那我們還講 French French就是 它不是一個電腦的語言 它是法文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 我們team其實在全球有很多個不同的team 像我們目前是Lokate在台北 然後在西雅圖這邊有team 還有法國巴黎 然後白俄羅斯的 Minsk 還有中國大陸 北京上海那邊都有team 所以其實我們team是相當global的 就是說你 像我們今天在場的 也有從白俄羅斯來的同事 還有法國的同事 所以等一下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認識一下 都可以到我們攤位那邊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那在Cloud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是持續抱持著一個夢想 就是說未來的這個技術發展 它就是會從 mobile 所謂的mobile其實就是 所謂的last month 因為這個device 不論你在哪裡 它都會跟著user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cloud 其實就是 無所不在的一個運算的能力 讓個人最終端的這個device 能夠隨時的跟它去做一些interaction 然後把更創新的一些服務 或者是應用能夠帶到手機端 所以你只要有一支HTC的手機 你就可以去存取cloud 取得我們未來會提供給你們這些 新的一些應用跟服務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HTC 跟community的這個關係 HTC它本身其實我們是很在意 這個user的這個操作經驗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user community的這個feedback 其實相當的重視 其實在過去的這個例子當中 我們其實持續的有 包括marketing或者是開發 HR等等這些部門的人 持續的在注意一些使用者所feedback回來的 可能是問題或者是一些建議 尤其是他可能有一些新的需求 那希望說是不是以後可以有一些改善 一些新的應用可以做在手機上頭 因為你的需求你的問題 可能也是其他user的問題 所以我們對於community的feedback 其實相當的重視 最好的例子呢 其實在facebook上頭 我們有一個product service的這個page 那在這個page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除了右上角這邊 會有一個youtube的link 那透過這個link 我們會隨時去release 我們最新的device 可以展示給各位看說 這些device它有什麼新的功能 新的特色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 持續關注這個htc新手機 或者是新的device的這個發布的話 其實就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那另外在右下角這邊 我們也有twitter的account 所以user或者是developer 其實他們都可以透過這些的管道 來把他的意見feedback給我們 那接下來其實介紹一個例子就是 之前我們在社群上頭 Facebook或者是twitter 其實大家都有反應說 OK user希望能夠把這個bootloader 可以做unlock的動作 那unlock bootloader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裝一些東西 讓你的這個手機開機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特色 那以往我們就是都把這個bootloader lock起來 lock起來呢 那其實有很多開發者 他想要去試一些新的動作 新的這些功能的話呢 他可能就受限在 bootloader被鎖起來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deport 他一定要去hack這隻手機 所以在Facebook上頭其實 持續的有user在feedback說 我們希望說把bootloader能夠unlock 能夠把它解開來 所以其實我們也聽到了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我們在總公司這邊 我們有專人 就是專門在看這些訊息 而且會去回應 user這些意見跟feedback 所以其實後來有反映到我們就是高層那邊 那後來大家就開會討論之後決定 我們就從善如流把這個bootloader 能夠release出來 就是把bootloader這邊開放之後呢 把更多的possibility 還有這個freedom 就還給user跟developer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讓開發者跟user可以受惠 你可以去安裝更多的東西 去讓你的手機能夠更fit你自己的一些需求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大概前幾個月的時候 在社群上發生的事情 那麼接下來在developer community的部分呢 其實如果您是developer的話 就是你可能就是把這個網址記下來 htcdev.com 這個是我們專門針對developer所提供的一個網站 在上頭我們會放 所有這些跟手機開發的一些resource 所以其實在community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所貢獻 把我們的像Android的這些 kernel的source code等等可以release出來 所以不會發生像昨天這個閃電秀的時候 Ben Loud他講的故事 其實真的很悲慘 就是說好的source code呢沒有 所以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在這個developer center裡頭呢 事實上你就可以看到 kernel source code 說好的kernel source code就在這裡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已經把它download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對Android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很棒的resource 那麼接下來說好的就是bootloader的unlocker也在這裡 所以這個網站幾乎是你就麻煩你持續的鎖定 因為我們有更新的resource更新的消息的時候 都會發佈在這個網站上頭 而且就是因為這個網站是專門針對開發者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開發者 而且你有任何的feedback 都請你透過這個網站 因為我們會有開發類的專人 會去顧這個網站 去了解各個國家不同的developer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feedback 還有這個suggestion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更新的東西 叫opensense SDK opensense SDK 其實顧名思義它就是open 那sense其實是htc的一個產品特色 就是我們把這個htc的整個application的look and feel 把它包起來 變成是提供在這個sdk裡頭 所以你download這個sdk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開發這個application 而且它因為我們有提供像左半邊 中間各位可以看到common control 這個就是你可以直接把這些控制項 加到你的應用程式裡頭 那你做出來的application 就會像htc自己做出來的一樣 包括一些UI 然後一些操作的這個方式 所以讓你的user可以 就是感覺你的自己的application 就是跟他的htc form是整合在一起的 另外我們還有這個stereoscopic 3D 就是可以讓你去開發一些3D的應用程式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resource 各位可以把這個sdk抓下去 裝起來試用看看 如果你有任何的feedback的話 都歡迎透過這個網站 直接跟我們開發的專人來做一些聯繫 好 那接下來就開始講我們跟open source 有相關的這個故事 第一個叫做telhtc telhtc呢基本上它就是在做這個 user要告訴htc的事情 那它有一個這個 Pomelo 這是它的code name Pomelo的這個中文翻譯叫做柚子 又名文旦 所以顧名思義 各位可以知道這個project什麼時候 Kick off 就大概去年的這個時候 因為中秋節快到了 大家取code name的時候 就看到桌上的柚子 就取了Pomelo 這個project name 它做的是什麼呢 做error report OK 我們看到這位先生有奇怪的反應 因為他發現一個bug 在slide上頭 那這個先送一個水壺 拿過了 OK 好 謝謝 所以其實你在用htc手機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有地方有bug 然後如果你發現這個bug 或遇到什麼問題 你怎麼辦呢 你可能會比較好一點的打客服電話 就是打當地的customer service 然後跟他講說什麼什麼問題 然後狀況是怎樣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怎麼去跟他解釋說 你要滑到哪裡看到什麼 然後再點 也許你操作的這個畫面跟流程 跟我們客服人員要去做的這個動作 你即便透過電話、email 可能都不是表達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樣一個telhtc的機制 它會去capture手機端發生的error跟exception 所以它這些訊息會自動的收集起來 當然你也可以在那個手機上的介面 去feedback說你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操作動作 造成會產生這個exception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自動化的去收集到 user的這個dback 所以以往你可能要回報問題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都自動化的幫你做好了 所以你只要 如果你不想去key任何的這個狀況描述的話 也ok 你就直接把這個訊息送回來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server端其實就提供了一個log收集的機制 來去收集這些全球手機所傳回來的exception的report 所以在這部分其實我們簡單介紹一個概念 就是它有分為log的producer producer其實就是在手機上頭 我們會有一個agent 隨時去capture丟出來的exception跟error的這些message 另外一端是log的consumer 因為我們丟出來的log 它可能是從不同的application所丟出來的 比如說是從這個形式力 或者是從這個music 或者是從這個電話的這個功能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遇到一些錯誤 那在consumer的部分呢 事實上它要去做這些log的分析 比如說它如果是calendar這個team的 那它就可以去分析說calendar到底全球的這個手機 它有什麼樣的錯誤訊息回報回來 那這些訊息就會列入到我們的這個bug的database裡頭 bug tracking system 所以進一步就會在我們下一個版本的時候 就會去把它修掉 或者是做這個改善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Pomelo這個project TelHT裡頭呢 事實上我們就用了Floom這個機制 它本身是一個分散式的data collector 因為我們其實面對的是很大量的一個資料 全球的手機都要把它的這個上頭的data要回傳回來 那另外我們也用到這個小巷隊Hadoop Hadoop它本身也是在提供這個大量的這個資料處理的部分 所以Hadoop裡頭在Pomelo這個project 我們也用到map reduce 它是可以做一些分散式的處理 把一個task做切分之後丟給不同的這個node去做處理 那另外也用到這個hdfs 它是Hadoop的分散式的file system 作為一個檔案儲存的空間 所以這個是簡單的一個系統的架構圖 就在左半邊 其實client這邊回報了任何的log之後 都會丟到Floom這個系統裡頭 所以這些Floom的agent 它就會去收這些資料 同時把資料進一步轉換之後丟給collector 那分散式系統的這個好處是說 它有一個右下角的Floom master 就是當你的agent或者是collector 任何一隻掛掉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Floom的master 就是重新arrange你給我學這些task 然後把它assign給其他還活著的agent或者是collector 繼續來進行這個工作 那另外在右半邊藍色的部分 是我們的Hadoop的hdfs 它就專門儲存我們收集好整理好的資料 那在consumer的部分它就會用map reducer這個技術 來做一些分散式的運算 讓logger的consumer的部分 它可以去做這些資料的整理 就是它可以設定它想要收集 想要分析的資料 比如它要什麼樣的application 針對什麼樣的region 然後在哪一個時間區間 它就可以去做這些資料的分析 那麼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project 是我們正在進行的就是recommender recommender顧名思義就是要提供建議推薦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recommender的engine 這個engine事實上它會應用到一些 一樣是分散式的技術 最主要它是會在後端就是cloud上頭 它會先去做一些precomputation 就是做一些運算 一些事先的運算 然後根據我們所收集到的一些information 它可以去推估說 某一個地區或者是某一類的user 它可能會偏好 比如說哪一類application或者是widget 我們可以做推薦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在我們像是 手機上頭有htchub這樣的東西 還有likes這樣的application 所以之後我們就會在上頭有一些推薦的功能 這個部分就會需要做到大量資料的分析 跟運算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用到小向隊 但是派出不同的成員 就是hadoop裡頭它有hive跟mahout hive本身它是一個分散式的資料儲存 所以它有提供一個類似像sql語法的 叫做hiveQL的語言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地去query裡頭的這些information 去做一些計算 另外在mahout的部分 它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system 所以透過這個machine learning 它可以去分析說 你這些user或是在不同的條件底下 透過這個自動學習的方式去分析說 這個user它可能下一個會去download 或者會去安裝的這些application widget 或者是content會是什麼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機制去做出推薦 推薦的部分其實它也是會feedback到我們的system裡頭 所以會讓我們的推薦越來越準確 我們還有用到這個folder mode folder mode有看過哈利波特的就知道 就是跟folder mode是同名同姓 但是在這邊它是一個分散式的db 也就是我們的運算 運算完了之後它就會放到folder mode的db裡頭 去做一個儲存 然後讓手機之後連上來的時候 就可以來capture這些的資料 所以簡單的一個workflow就是 它會先透過hive去做資料的query 去把所設定好的一些query 做一個資料的篩選 然後會放到mahout裡頭去做machine learning 讓它去學習說某一類的user 或者是它篩選出來的這些data 到底是有怎麼樣的一個趨勢 怎麼樣的傾向可以去做一個分析 然後進一步它就會把相同的部分 會放在這個couchdb 然後把一些就是差異的資料 它會放在folder mode的db裡頭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工作之後再提供給handset 取得的這些cloud service裡頭 就會達到一個recommend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architecture 簡單來看其實recommend的它就是左下角 recommendation engine這一塊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到這些的技術就是包含在這一塊 前端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說 有用到像haproxy node.js等等這些的技術 另外還有一個project是叫做rplus 這也是code name 所以對各位來講它其實不具任何的意義 因為我也不知道rplus是什麼 但是rplus事實上它是一個我們後端就是在做編輯的這個功能的一個project 主要是因為說我們的這個網站它提供服務給user的時候 面臨到的是全球的user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語言 所以當中會涉及到的就是localization 你必須針對不同地區去提供大家統的這個語系 那不同的內容 所以你即便說同樣的語言 你可能也要做不同的翻譯 比如說像中文的部分 我們叫做訊息 可是在大陸地區它們叫做短信 這些很簡單的名詞或者是 你就必須要依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這個國家 去做不同的翻譯 那rplus這個project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這些翻譯的動作是小事 因為我們只要把這些字串通通都抓出來 丟給翻譯者 它就會幫我們翻譯出來 那可是這些文字要上到系統的時候 其實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對engineering對engineer來講 它必須透過我們現在用的一個系統 就是去上資料 可是這個系統對工程師來講 可能要花五到六個小時 才能夠把就是這一批抓回來的這個字串 就是deploy到production的環境上頭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花時間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rplus這個project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open source的東西 這個是從yahoo來的一個r3的API 那這個API事實上它就是在做translation跟localization的動作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在yahoo的developer network那個網站上頭 它就有提供出來也是open source的 所以rplus這個就是在讓我們後台的這些editor 它能夠更方便的去做文字串的這些編輯翻譯的動作 同時它可以把一些像是圖形這些visual assets 它可以很容易的上到我們production的系統 那節省我們這些工程人員或者是這些editor的時間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一個初步的UI 就是它提供一個很簡單的介面 讓user可以讓editor可以把這些資料 就是很容易的上到系統 所以上到系統之後呢 我們有用到前端是php 那後台是mysql的db 就可以很方便的把這些文字串visual assets 通通都存到db裡頭 那透過系統自動的轉換就可以上到production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內部流程的一個automation的動作 讓我們的這些日常的圍運能夠更加的方便 所以以上提到的都是我們在這個 我們內部使用open source這些project 然後來提供這些 不管是提供給user 或者是提供我們內部來使用的這些功能 所以先簡單的做一個總結 目前我們所開發的這個功能或者是服務來講 其實我們面臨到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以往我們是在一個很小的CPU 很小的memory的一個環境去做開發 就是要資料 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加上cloud端的應用之後 其實我們面臨了一個新的領域 新的範疇 就是我們要去handle 就是huge的data amount 就是很大量的這些資料量去做運算 去做處理 所以其實這個把整個htc的開發 就推到了另外一個境界 就是說我們要去處理這些大量的資料運算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發現到 其實open source對於我們的內部開發來講 其實是幫助很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open source的project 都是在外面就可以找得到的東西 而且一切的秘密就在source code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研究這些技術 其實我們的機制就是會提供一個類似像技術菜單 所以我們會去survey外面的open source的project 然後如果覺得某一項技術 它是值得我們長期去使用的 那我們就會把它放到我們的菜單裡頭 所以當我們在design一個新的功能 新的project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看說 我這些菜單裡頭有哪些技術 是我們評估過比較穩定 比較方便使用的 就可以直接拿出來整合出 就像拼圖或者是積木一樣 可以很快的拼裝出我們的服務跟應用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正在評估的東西 所以如果您對這些技術有興趣 或者是你有研究的話 也歡迎就是等一下可以到攤位這邊 大家可以聊一下交換一些意見 所以結論就是htc love open source 其實我們對open source是 採取一個很開放的一個心態 就是我們希望說能夠leverage社群裡頭的 這些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我們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我們可以貢獻的地方 我們也很樂意透過 比如說剛剛提到htcdev.com這個網站 能夠把一些技術的這個information 可以share給社群 回饋給社群 另外就是順便廣告一下 等一下有兩場 都是我們同事會講的這個場次 一個是Guyle 拼錯了 G-U-I-L-E Guyle是兆元甫 等一下他會講的就是在做一些test的這個automation 另外有O3的這個W-I-A-R-I-A這個東西的這個介紹 是在第一會議室 也歡迎說等一下各位休息時間可以到我們攤位來聊一下 另外就是在宣傳一下 我們現在在找一些open source的developer 所以如果說你對open source有研究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這些技術 你有在使用或者是有在研究的話 其實都很歡迎 就是即便你不來找工作 我們也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因為我們希望說可以多認識一下open source的developer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還有多少水平可以送 還有四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 我想問一下現在就Motrola給Google收購之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好但是 要送手機啊 送什麼對不起 很好的問題是不是要送一個smartphone 還是只能送水平 不好意思這個問題我不能夠在台上回答你 上面有交代就是有些問題不能夠在台上回答 但是我們可以 其實我們官方已經有release一些消息 很多訊息其實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得到 不過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 HTC 三星還有一家公司 那個祝賀池的那個 那個稿是很像的 就那個對白是一樣樣的 因為我的身份比較特別 我是developer 不是marketing 所以不能夠回答你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好那我們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邊條文的先生 其實我這不算是一個問題 而是可以算是一個勉勵 或者一個期許 我很高興可以看到HTC 願意贊助CostCover這樣活動 而且成為鑽石的贊助商 而且分享你們在open source的一些經驗 不過我想HTC 作為世界級的這個智慧手機的領導廠商 可能光這樣做還是可能還不太夠啊 我不太客氣的說一句啊 在整個Android的SourceTree裡面 來自HTC.com的這個貢獻 可能還不及我一個人做得多 所以 謝謝 當然這不是說HTC對Android發展沒有貢獻 只是你們不願意把它release出來 這個回饋給這個open source的社群 當然你們可能認為說這是你們的智慧財產 為什麼要把它開放出來 但是如果這樣想的話 那我可以說這個思維還停留在20世紀 可以說跟不上時代 你可以看看一些真正令人尊敬的世界級的廠商 像Intel或IBM 他們都成立了像open source的專職的單位 養了很多專職的工程師 專門在開發open source的一些專案 這些工程師有些是某些open source專案的主要貢獻者 甚至是專案的leader 那為什麼這個廠商願意這樣做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說open source是不可擋的趨勢跟潮流 而且它是提升這個產品價值跟品牌價值的一個良好的途徑 那我想說就是在台灣很可惜我還看不到有大廠有這樣的事件 跟眼光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期許HTC在未來幾年不能夠繼續的參與Coast Cup 而且可以告訴我們你們 開始對open source做出了更多的貢獻 而且甚至開啟了某些專案 讓HTC成為真正的一個世界級的領導廠商 成為台灣之光 這是我一點小小的建議 好 謝謝你 你的聲音我們聽到了 那其實Coast Cup本來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想要贊助 但是因為談的時間其實已經很接近 所以後來就來不及 那很幸運就是今年就有機會可以參與到贊助這個部分 那關於open source的部分 其實像剛剛我提到介紹的這些專案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在我們開發的過程當中 能夠有一些貢獻 就是回饋給open source的社群 因為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leverage既有的這些open source的技術 一方面是提供我們公司能夠推出新的產品跟應用 另外一方面我們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有bug的report或者是一些新的功能 我們能夠把它加到我們所使用的這些技術上頭 我覺得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是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你用的越多其實你的貢獻也就會越多 還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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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list可以發出來 因為我比較想要學你們 因為我比較想要學你們 如何使用open source的鍵以及你們的策略是什麼 像node.js你們用在哪裡 或是說你們剛剛自己做的東西 比如說 error message的那個demon 你們怎麼做的 我這個東西是比較好奇的 因為如果說你放在手機裡面的話 你一直做 你要一直回報的話 那你是用它的頻寬嗎 還是 如果它wireless沒開 你要用3G嗎 還是用哪個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些 這些 比較要你們專案用到的東西這樣 像剛剛提到那個telhc這一段 我可以簡單的說明一下 基本上就像你講 如果它是一直在回報 當然會很吃便圓 所以其實在手機上頭的power consumption 一直是我們很在意的 因為我們內部會有一些criteria 如果你的power consumption到一定 吃太多的電力到一定程度 你就會達不到那個criteria 你是沒有辦法出貨的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做很多的測試 所以在telhc這一段 手機端其實我們的agent 它並不是說always在傳資料 它會去detect你現在的電源的狀態 第一個是它會做周期性的一個上傳 比如說我們可以從server端去設定 你要多久回傳一次 比如說7天回傳一次 是周期性的 再來是它要去傳的時候 它會去detect你的power status 第一個你要在充電的一個狀態底下 而且你的電力必須要在80%以上 會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你才能夠去做這些傳輸的動作 不然的話即便你時間到了 你也不應該去傳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user去操作 手機的電力的容量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有做這些設計 那至於說 剛剛提到你希望說了解 我們目前開發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們到攤位聊好了 請問一下你們通常release一支手機 或是一個任體之後 出來KernelSource會需要多久時間 對不起 就是release一支手機 或是一個新版任體之後 出來KernelSource會需要多久時間 出來KernelSource 因為我常常看到你們被GPU By Relations罵這樣 因為這個屬於AndreaRD Team 我這邊不是很清楚 了解 對 因為我常常看到那個MerryList上面 在討論說 KernelSource怎麼沒出來 這樣子感覺很奇怪 不好意思 拿過來 謝謝你喔 好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水瓶是不是 好 那再還有問題嗎 要水瓶的舉手 你好 我是從大學來的 所以我比較關心我們學生的問題 那關於就是 HTC在你們的人資的部門 那他們的那個 就是 招聘的策略 我們往往看到 比如說我們比較吃虧的是 離島的大學 金門大學 這樣子履歷一投進去喔 然後就死成大海就不見了 那不知道你們的人資部門 是不是在這方面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篩選方式 比如說只有台青交啊 或者是之類的 那可以稍微給我們一些訊息 謝謝 這個我 我們人資的同仁有在現場嗎 好 再攤位 所以我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第一個我只有大學畢業 然後我唸的是長庚一記 就是跟資訊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那之所以會有機會進到HTC 是因為過去的十年 我剛有提過嘛 就是我都一直持續的在 Mobile這個領域去做一些開發 雖然以前寫的是Windows CE Windows Mobile 然後後來就是Android起來 然後Windows Mobile就掉下去了 那其實我覺得重要的是能力 就是你要以學生或者是說社會新鮮人來講 你要能夠說去展現出來 你在開發的部分你有什麼樣的能力 那學歷的部分我覺得是一個參考 對 那以學生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現場有學生的話 我覺得順便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你其實在平常你就可以去 自己練習說開發一些東西 比如說你對哪一方面的技術有興趣 包括你自己做的專題 或者是你可能有寫一些blog 你在透過這些技術開發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你會學習到這些技術的就是開發的技術 你會累積一些經驗 第二個是你在求職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你的履歷裡頭 提說你有做過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即便這個東西不是商業化 不是外面接的project 但是至少說你可以在比你的同學 如果他都沒有在做這些動作的狀況底下 你會比別人多一些東西 讓企業能夠去認識到說 好你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子在求職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那其實這個不會因為說 你是在離島或者是你是在偏遠地區 會有差異 抱歉喔 因為我是大學老師 所以在這方面 因為我自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我的學生常常他們碰到的問題是說 他們根本還沒有機會進去interview 就已經被刷掉了 所以當那個履歷投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看到金門大學就是不見了 那所以我建議喔 其實以open source的community 其實並不是說前面的大學讀大的 其實後面大學有很多很多很優秀的學生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機會可以進到這個公司篩選的過程裡面就不見了 所以我非常建議說 HTC可以開一個風氣之先 就是說 在譬如說Facebook 我們開一個譬如說人力資源的社團 就是HTC本身的人力資源社團 那我們這些 新畢業的學生 能力很強的學生 可以直接進社團跟你們溝通 他把他的作品呈現出來給你們看 或之類的 這樣子他才有機會說 在未來 在跟譬如說更前面大學的競爭底下 有機會說讓你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人的存在 不然的話 因為這個溝通的管道 喪失的情況之下 最後只能比學歷 那就會有點糟糕 謝謝 謝謝你的建議 這我會反映給我們HR的部門 那也希望說就是 老師可以鼓勵你的學生可以投入到 Open Source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 就像我剛剛講 其實你在研究Open Source 去做一些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就在累積那些東西 那個是 不是學歷可以替代的東西 能力比較重要 我們還有杯子嗎 還有一個耶 要的請舉手 好 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你可以解釋一下 剛剛講Quietly Brilliant 有幾個關鍵字 簡單的來說 就是提出貢獻 但是不因此而自滿而四處炫耀 好 謝謝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購物袋可以送 袋子也沒有了嗎 OK好 沒關係 那我們在攤位那邊還有其他的小贈品 就是各位都可以來聊聊天 然後就順便拿一下贈品 那我們來謝謝這個獎者 GEN YE 再幫大會廣告一下 請大家記得要去投MobileApps的投票 在四點截止 在樓上四樓的地方 請客 我們可以進行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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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